新北市傳出兩名記者染疫 其中一位昨天晚間PCR裁檢確診 CT值僅十四 因為曾經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衛福部長陳時中 發言人莊仁祥出席同場記者會 侯友宜先進行快篩 陰性 至於陳時中和莊仁祥 接觸時間短 馬上快篩的意義不大 將會在兩天內快篩 今天記者會是否出席 將在行宣布 衛福部長陳時中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十四號上午一起出席記者會 不過下午就傳出在場 有一名記者快篩呈現陽性 平面的媒體記者 他的快篩結果是陽性 而該名記者在十四號上午 曾經參與新北市政府的記者 經過與疾管人員討論 該場與參與的人員都有全程佩戴口罩的適當防護 經過疫調最先確診的記者十二號開始就沒有再進新北市府 至於十四號上午出席記者會的兩人 因為曾經在十一號和確診者同桌用餐 快篩後一人陽性 但經專家討論認為會議人員均有佩戴口罩 其他人只需七天自我監測 同場的侯友宜 衛生局長陳潤秋篩檢結果也陰性 至於陳時中和專人詳雖然無症狀也將在兩天內進行快篩 被問到是否召開十五號疫情記者會 專人詳表示自我健康監測的規定是不可與特定人群接觸 目前疫情記者會皆採實名制且與媒體記者距離較遠 但兩人是否出席記者會將再行宣布 記者正為人中介綱綜合報導